因為大部分人在盤的時候都變成一個面 都變成這樣子 這是一個面 大部分人你看網路上大部分人在做拖杯招 他在做的時候都是一個面 都是一個面 我這樣做是一個面 是不是這樣子 我這樣是不是面 這樣是不是面 那就不是八卦 不是 八卦在做他是線 八卦在做是線 你看有沒有他做的是線 他不是這個東西 他不是這個 這個是面 你剛才那樣過來就是一個面 因為 面跟線的差別是面是少掉了 那個線中間的很多過程 不是 面是局部關節的活動 比方講你剛才這個小臂回來了 你這樣子回來 這是不是手肘的活動 手肘的活動 手肘的活動就一定是一個面 所以你不要面 你要變成線的時候 當你這樣回來的時候 你的手肘必須要跟上這個線 你看 這樣子他才可能是一個線 我這樣的做就一定是一個面 這樣有沒有懂 所有關節 局部關節的活動一定是面 肩膀這樣子動 是一個面 是不是 肩膀這樣動是面嗎 手肘這樣動是面嗎 手腕這樣動是面嗎 全都是面 是不是 所以他要線他必須一個接 接一個 我必須要一個跟一個 一個跟一個 我的關節都要放在這個螺旋的線上面去 你動起來才是一條線 才是一個旋轉的線 這樣不懂 所以一般人覺得困難 學不太會 就是這個地方沒有通 可是一般看 一般看 一般看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的 我不跟你們講 你們看 你們看 看不出來的 除了你以外 還有誰看得出來 我不曉得 你就是說我是看得出來的其中之一就好 好嗎 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是一個關 關鍵處 這是一個關鍵處 所以你去看 只要是練那家 你去看他打出來的那個 那個肢體活動 他走的是面還是線 我會說太極權的應該是線 當然 當然啊 這樣不懂 所以才講節節貫穿 是不是 節節貫穿就是線啊 好 好 那人一般的運動習慣 現在 現在的運動習慣 都是做面 面的運動 去練這個肌力啊 去練這些東西 都全都是面 全都是面 就是這樣子 所以變成一種習慣了 好 好了嗎 那如果是線的運動 就表示說一定有先後 不可能是三個關鍵 有兩個關鍵 可以啊 那如果線的話 應該是要有先後 才會變成一種線 不一定 不一定啊 我的手放 放在這邊 他出去 他也是一個線啊 他是 我剛才在做這個的時候 他是同時啊 全身是同時啊 同時產生那個張力 他沒有先後啊 是在練習的時候 你可以做出先 先後來 或者我要做纏繞的時候 我要做纏繞的時候 我做 做出先 先後來 我在 發的時候 我在要打的時候 沒有先 先後來 你 看不懂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喔 這是一種運動方式 肢體運用方式的差別 比方講你打網球 你打網球或者打羽毛球 常常傷到腫嗎 什麼原因傷到腫 因為他是面的活動 是不是 他這樣子下來 這個面 那個球很重 下來 這邊 這邊 產生的硬力 他就傷到了 你如果是有線的觀念 我打這個的時候 我把腫提起來 我是這樣打的時候 我是這樣子 這個就不會傷到 那不會傷到肩膀嗎 不會啊 因為你的肩也跟啊 你的肩也要鬆啊 你的肩也是跟 就是說 你這個出去 不是這種方向出去 你的出去是這種 你是這種 方向 是不是這樣子 這邊是一條線的出去 要不懂 像你這樣子打 你看 你這樣子打 手臂是這個樣子的 你 手臂 力量是從這邊來的 你這樣子 這邊接到力量 這邊呢 當然 當然這邊傷到肩膀 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你用的是面 面的地方 這邊就是 這邊正中方向 這邊地 不同方向 他產生一個反作用力 就傷到肩膀 是不是這樣子 那你如果是 線的概念的時候 你就不會做這種動作 又會做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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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作 線的 答 答 是不是這樣子 沒有人要聽 沒有人要聽 職業運動員 他不敢 變 他不敢 他變了 他有一段時間 他要重新來 重新來 要重新來 他不敢 那一般不是職業 在學習中的 你是誰啊 你又不是 你又不是運動 冠軍選 選手 又不是飛的 你又不是Professor 你又不是什麼專家 你來教我們 就是這樣子 所以沒辦法 只能說 放到YouTube 誰聽得懂 誰願意試 你去試 哈哈 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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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